第五波正式爆發後 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重要的指示 以空譽壓倒一齊 中央全力支援香港成為當中最重要的精神 總書記的重要指示入面 我很在意一句說話就是 強調香港特區政府要切實負起主體責任 到底這一句是什麼意思呢? 到底在中央政府的角度 特首林鄭月娥有沒有帶領政府切實負起主體責任呢? 大家好我是黃遠康 歡迎回來Jink's Tone 康體通 我不是疫情專家 但如果正常說政府對第五波疫情的表現 是合格還是不合格呢? 記得like comment和share我們 還有免費訂閱頻道和WhatsApp 5608 1508 日後有新片就會馬上傳給大家 做好了的話我們就開始了 相比起內地這麼大的地方 為什麼我們小小的一個香港 疫情就搞這麼久呢? 主要就是因為兩地戰略堅定性的不同 同時帶到入來我們的主題 習近平總書記說 特區政府應該肩負主體責任 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主體責任在內地特殊語境內 主體可以指行政部門 或者擁有行政權的公權力單位 而這種責任很大程度上 是臨時性要求 並不是官僚體系內 行上工作按規辦事的基本官僚責任 而在臨時事態內 官員在一定的範圍之內 都是必須承擔 甚至去到接近被問責的責任 換句話說 一旦有任何失誤 責任就歸於行政指揮者 同時確定這件事是不容犯錯 言下之意即是特區政府接下下來 是不可以犯錯 而整個管治班子都很清楚 當習主席都關注事件 如果他們再做錯什麼 中央真的會看得到實 香港疫情進入到第五波 截至至2月15日 香港初確和確診人數 已經高達12000人 短短1、2個星期的時間 數字已經過慢的情況 真是令人擔憂 而令人更加軟識的是 近期共有10名確診 或者初確的病人離世 由疫情開始到現在 一共有225個新冠肺炎確診 又或者初確的病人在公立醫院離世 其中年紀最小的只有3歲 對於10歲以下的小朋友 Omicron的住院人數 和Delta相差無幾 所以大家絕對不可以 將Omicron視為普通流感看待 現在打開社交媒體 仍然有人發表謬論 說Omicron的威力大減 實情絕對不是這樣 我們必須要尊重科學 必須尊重常識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流行病學首席專家吳尊友先生 就說過 Omicron是不可能是大型的流感 因為它感染的部位和流感一樣 而它造成的臨床症狀的嚴重性和流感 完全是兩個級別的事 流感病毒的感染部位是上呼吸道 Omicron的感染部位是下呼吸道 大家要留意 上呼吸道的感染很少會引起肺炎 除非是久病不醫拖了很長時間 才會有少數患者會引起肺炎 而下呼吸道感染多數人都會出現肺炎 當我們將兩個病釐清之後 我們就可以清楚知道 為什麼Omicron會去到這麼嚴重 正所謂一方有難八方支援 習近平總書記形容 香港只要有求 國家定必有應 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帶團到內地 發出幾項請求之後 內地各個單位都積極回應香港的請求 內地援助也都逐漸到位 直至15號凌晨凌時 馬鞍山體育館裡面的火眼實驗室正式運作 每日單管檢測量兩個星期內 就可以達到10萬 而火眼實驗室內部結構也正式曝光 他們一共設有16個氣膜實驗室 分別負責拆袋、取樣和檢測等不同任務 為了協助香港疫情防控華大製造 緊急調配了多部自動化的設備 同時派遣了多個工程師前往現場支持 全部設備在15號已經搭建和調整完畢 並且會開始逐步投入使用 之後香港每日的檢測量最高就可以達到30萬單管 另外中國生物製藥有限公司也都宣佈了 他們已經採購了7萬套抗原檢測試劑盒 分別捐贈給香港特區政府和全港的抗疫機構 去緩解香港當前檢測能力超負荷的嚴尾之急 政府做好自己的工作 國家立即支援 那麼我們又可以做些甚麼呢 大家都知道香港現時的醫療系統已經進入超負荷的階段 市民甚至要到醫院外面等候診證 如果經過快速測試出現陽性 市民是應該要再進行核酸檢測做覆檢 同時就可以叫親戚朋友幫忙運送一些深喉唾液樣本收集包 如果結果仍然是陽性的話 等候入院的初確人士就記得盡量留在家裡 如果出現了嚴重病徵就要立即打三條狗叫救護車 各位疫情嚴峻 記得做好個人衛生戴口罩 和叫身邊的人注射疫苗為自己提供保障 這裡是新界主場NTT Media 我是黃遠康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